来看柯P如果真的要去选高雄市长 或者怎么办 来范老师怎么办 现在看起来 我们的防疫成绩是做出全世界赞赏 但是呢 在野党完全没有在管防疫 只想着自己的政治前途 那现在看起来柯本择选高雄 显然是民众党大于台北市政 我觉得他如果真的做这样的决定的话 但技术上我们刚刚讲过并不是不可行 那问题是你台北市 等于说你柯本择就已经放弃了 那你皇上山还不要选台北市长 根本不用选了 你台北市的市议员 会不会每一个选区都当选 他本来民众党是说 喜欢在台北市或新北市 我每一个选区 因为我们那个议员是所谓大选区制 你只要找到一部分的票 你就可以当选了 每一个选他都提名 对我每个选区提名一万多票 搞不好就当选了 我认为如果是这样 柯文哲那你可能在台北市的市议员 有可能比你本来预估的 一样的其次吗 可能只会少不会多 因为大家会讲说你一个落跑市长 落跑市长还帮市议员站台 那这个市议员有可能当选上 有可能越选越垮 对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 你去高雄选 就是根本不想选上 因为你对 那问题是一个不想选上的人去登记 你觉得大家会投票给你吗 因为你他真的目的是要选2024 他2024 如果2022给他选上 他未来2024都不可能选 他连2028都不能选 因为你要市长要连任 所以他等于就是跟这个总统大卫 他已经say bye bye了 那除非他如果他选上的话 所以他根本就不想选上 那你根本不想选上 你是选好玩的选假的 你比韩国瑜当时还要差 韩国瑜2018年 那时候我必须要讲 虽然他也没有很多核心价值 他至少他没有说我选是选假的 虽然我们知道他选的很懒散 可是他基本上大家觉得他还是会把他选完 而且他选上他会做完 后来他就选总统 后来是被罢免掉 所以我觉得那2018年他一个 他至少他讲出了一个货进去人进来 高雄发大财 的确这句话很耸动 而且那个时候高雄经济不好 而且大家有一种想要改变的一种冲动 所以那个是一个大环金 中央执政不满的情况之下 然后加上高雄市长期民进党执政 然后大家觉得韩国瑜这个人好玩 他当选了可是柯文哲想要复制韩国瑜吗 我觉得有几个结构是不同的 就我刚刚讲 你一开头就让大家觉得选假的 我觉得那个投票的动力会很有限 甚至会引发民众的愤怒 会不会高雄市民觉得你来骗票 你把我们高雄当白痴在耍 你根本就是不想选上 不想选上然后你来登记 那你不是在蹭我们高雄市民吗 我们高雄市民那么好欺负 让你在高雄发光发热 那个太做作了 那个一人不自然 因为我就是告诉你 我是来 我就是来登记 我就是来选假 然后来扶持我的高雄市议员 那我觉得那会引发高雄市民的重怒 那再来就是说 所以我觉得再来就是说 现在的中央执政的环境 也跟当时的2018年不一样 对现在中央执政 虽然我们有疫情 可是蔡文的民调并没有掉多少啊 我们看到这个政大学员中心是长期在做民调的 而政大学员他也没有什么党派色彩 他是比较超然中立的学术团体 民进党在去年6月跟今年6月 虽然从去年的34%降到31.4% 那我们到今年6月是我们疫情最严重的时候 也是我们疫苗最不够的时候 民进党只掉了一点点啊 但如果你现在去做民调 我相信民调民调会起来 特别是现在的防疫的成功 对我们今天只有四例本土啊 疫情就下来了 全世界去看 我这个新加坡都沦陷了 我们现在这个 我们的疫情是保持得这么好 那你再看我们的疫苗 现在死打 比例也快速的增加 也在亚洲算前段生了 我们国产疫苗又开始打了 然后再加上这个所谓的五倍券 我认为到下半年 蔡英文的支持度会恢复到 他在这个今年五月以前的那个支持度 大概还有50%左右的支持 50到60% 这对一个连任总统来讲是很高的嘛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大环境跟2018年也不一样 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认为克文哲如果玩这招险棋 我觉得这招 这招啊 但我们知道这个富贵险中球嘛 那克文哲也是不按牌也出牌 可是我觉得他如果玩这样做的话 是对高雄市民的一个侮辱 我觉得是个屈辱 我觉得这对高雄市民是非常非常的不尊重 那我觉得到最后结果他会两面都输 因为我觉得国民党不可能不派人出来选 高雄市长 国民党不能放弃啊 那其实克文哲现在对于 大部分的绿营支持者认为你就是国民党 那你也想搞蓝白拖嘛 所以大家看得很清楚嘛 那到时候如果是跟陈其迈 陈其迈要连任 国民党派一个人出来 再加上克文哲那陈其迈就稳当选了 稳连任了嘛 因为你蓝营的票自己就分裂了嘛 所以我我觉得那到最后你如果高雄市长输 你要再回来选总统 我必须要讲那可能对他来讲一个鲨鱼而归的一个市长 北同市长候选人然后要选总统 大家觉得他有可能当选吗 所以我觉得他打了 当然他想做蓝绿的这个 比如说反蔡英文的共主 反正他认为现在台湾什么党最大就是讨厌蔡英文党 或讨厌民进党 但是问题是国民党 饿死了骆驼比马大 国民党好歹看从政大的民调 他现在来讲至少还有18.7% 虽然带着问题是国民党不可能不派人出来嘛 国民党如果今天不派人 我们李昂尼克文哲选总统 国民党关门好了啦 我跟你讲到最后就算国民党没人敢出来选 红凶组会跳出来选 红凶组凭的北京的指示 他出来选 所以我的理解是 现在的确国台办 他们其实已经不重视国民党了 而他们现在是看的是 民众党到未来跟国民党未来怎么样的去 发展关系 柯文哲要怎么样在里面扮演角色 这的确是对岸很关注的